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Riffle的贷款培训第五奖 利率的最新状况分析 那么在今天的贷款培训当中非常有幸请到了 B-Finance的两位专业的Mortgage Specialist Tom跟Jessica 那么他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下 留学生工签非居民客户买房的一些案例分析 父母担保子女买房的案例分析 高净值这个案例分析 以及这个各大银行的利率的这个增长情况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先有请Tom 谢谢大家 Tom这边那个能说一句话吗 我听一下你的声音有没有问题 好的那么大家那个稍等一下 请Tom上线 好的那么大家那个稍等 好的那下期看你这边来开始 你的声音都没问题 好的好的先开始 OK谢谢Vito 大家好我是Jessica 我是Bfinance的Mortgage Planner 我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页面 然后让大家开始听我们今天的直播 Vito现在你能看到我的画面吗 可以的你直接开始就可以了没问题 好的OK 好的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听我们的直播 今天跟大家讲几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比如说最近的利率有了一些调整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卖房热点讨论 关于案例分享 是留学生买房 还有父母担保子民买房这样的情况 然后最近相信大家都有听说各大银行的利率有在上升 就不像去年12月底和今年年初那样 各家银行都有分分出台一些超低利率的promotion 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帮大家大致的总结了一下 这个呢是一个仅供参考的资料 具体的case我们当然还是得看银行系统能给到具体这个客人的利率如何 只能说这个差别不会太大 现在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这个是公开 就是在市场上能够公开的这样的利率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大家能看到Bmo的话 它现在五年固定利率已经超过2%了 2.04到2.24了 然后它的浮动利率其实还是不错的 对外的是基本上是1.55左右 甚至还可以更低 然后汇丰银行的利率也比之前要提升了很多 但他们的五年浮动利率还不错 还是能够做到1.39左右 然后五年固定也是比较高 已经都冲到了1.89左右 然后National Bank的话 其实它的它现在利率其实竞争力也不错的 它的五年固定是跟Bmo差不多2.09左右 但它五年浮动也能做到1.4 还有一些银行 比如说RBC它的五年固定是2.04涨到了2.24 然后五年浮动利率是1.75 有下降一点 现在是1.6左右 然后TB的利率是2.09左右 就是五年固定的利率是2.09左右 然后五年浮动利率是有降一点 从原来2.04到了1.84 Scotia Bank的五年固定利率是1.99左右 五年浮动是1.45 这个跟大部分银行差不多 其实最近在上涨的利率是Fixed Rate 也就是固定利率 一般来说固定利率是三年固定 四年固定和五年固定 所以最近各大银行的固定利率 其实都有上升 那我们帮大家总结出来 大概的一个涨幅 和现在利率大概是在什么范围 但是呢浮动利率其实并没有上升的 甚至有些银行还下降了一些 所以说如果客人最近已经做好贷款 并且已经选好的是五年浮动利率的话 其实是不用担心的 这个利率没有上升 而且浮动利率是根据prime rate 银行的prime rate来做调整的 这跟固定利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prime rate上升的话 浮动利率先会上升 那最近上升的并不是银行的prime rate 最近的五年浮动利率 其实都在1.39到1.49左右排环 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利率 所以最近想要 就是最新想要买房贷款的话 其实是可以 其实是可以优先考虑一下 浮动利率的 然后下面跟大家想一下 最近基产经济们 经常会问到我们的一些话题 比如说留学生 工签非居民客户买房 还有就是父母担保子女买房 相信大家经常遇到的 这种客户类型 就是父母想帮子女买房 但是用子女自己名字 父母不想上产权 但是子女还在读书 或者刚开始工作 收入是不够的 所以父母的收入已经稳定 并且足够担付房贷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是可以用父母收入来申请的 帮孩子批下来这个贷款 第一个case是 大家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 是留学生在这边还在读书 或者是刚第一还在找工作 没有办法靠自己一个人 就能批到这个房屋贷款 这个时候需要父母收入来帮助促成 这个父母是在国内工作的 这种情况下是不用担心的 父母的名字可以不用上房子的产权 房产上可以只有子女一个人的名字 分享这个case是买价是67万 然后批付贷款额是65% 有标准的一个批付 这个客人是留学生 在多人多用自己名字买房 现在有疫情呢 全家一起还在中国 那客人自己之前咨询银行的时候呢 对接上面呢也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对于那个他们对于那个对接的工作人员呢 也不太满意 所以也没有继续再找这个银行持续推进了 那客人地产基金找到我们的时候呢 他的交接就比较紧迫了 还有一个月就要交接了 待反方面还没有搞定的时候 这样在我们就迅速跟客人的父母先取得联系之后 迅速的一个交流 之后就给他们列出来所需要的文件的清单 还有细节 这个收入文件其实是需要雇主性 还有最近两张工资单 还有最近60天的银行的流水 就是这都是在中国的文件 那因为这个流水是要显示 这个中国的工资是要能存进去的 并且还是需要一些加拿大的银行流水 来证明这个手付款呢 已经在加拿大超过30天 等等的一些细节 那客人对这些文件准备 其实还是比较深疏的 我们也很有耐心一点点帮他们抠细节 然后解释每一个文件的重点和指点 他们怎么能够去满足这个银行的要求 并且由于他们人在中国 所以第一 客人就很难自己打出来加拿大的银行流水 第二 客人交接日也没有办法赶回来签字 我们通过自己的人脉 在符合银行规定的前提下呢 帮客人解决了所有这些棘手的问题 现在单子也批好了 再跟银行就可以直接跟客人 他们去讨论一个最终更优惠的利率 那现在给大家一些就是 这种case的一个提示 因为这种情况是不在少数嘛 首先这个我们是一定要看 国内收入文件的 那些细节的话是case by case 可以让客人直接找我们来帮助他们 我们会一点点指点客人 怎么样准备这些文件 怎么样符合银行的规格 第二就是首付是要准备房价的35% 但是还是需要额外的 就是再准备一年的PITH 也就是说让银行看到第一年的公款能力 然后还要加上 大家知道买卖房子肯定会有一些closing cost 也就是说差不多就是房价的5%了 这笔额外的钱也是要放在加拿大银行的账户里的 要让银行看到他们才敢批下来 第三就是文件是可以提早开始有计划进行的 其实可以一边看房一边就要开始准备文件了 然后客人 所以说客人就是应该要提早联系我们 这样我们呢 更好地来协助着客人来准备这些 所有的比较繁复的这些条件 下面就是讲一下 关于加拿大本地收入的这种情况 但是也是母亲担保儿子买房 我们这个case是母亲自己帮儿子买房 她在找我们之前呢 有自己去银行申请 银行只是帮她批下来母子联名的贷款 这样客人肯定是不满意的 因为他并不想联名 他想是仅作为担保人不上房子产权 这样的话呢 儿子一个人名字作为首次买房 first time home buyer 是可以享用这个首次买房优惠的 我们了解完母亲收入情况之后呢 也详细了解了母亲的资产情况 从而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那加拿大几大银行里 其实并不是每一间银行都允许 父母担保子女这种形式贷款批付的 所以客人如果自己不了解 他肯定会走弯路嘛 就是会浪费时间 这样的话其实就变成了 客人如果自己去找 贸然去找银行的话 就变成他贷款就必须联名了 那我们比较熟悉各大银行的贷款政策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客户请求之后 马上就精准地帮客人 减少了这个走弯路的时间 去递交 去递交到了这个 肯定能批下来的银行 这个case客人之前浪费时间 以后呢他地产经济也是很着急 生怕最后绑子交接也耽误 我们帮客人处理好之后 马上加快速度 帮客人递交去了能批的银行 同时也帮客户跟银行去争取更高的贷款额 因为客人不想只批到收入4.5倍 他们觉得这样不够 这样我们就帮客人提供了很多银行 想要看到的一些高额的资产呢 然后解释了一下 他有一个很强的还款能力等等 几个来回之后呢 我们帮客人在这间银行成功批下 他收入5.5倍的贷款 然后利率14年固定1.69 并且还获得了一个cashback 1200 这个银行所有的这些优惠活动 只要客人符合银行条件 客人一定都能拿到 这样大家不用担心 通过我们就没有 这是一定会有的 最后他们就成功地完成了交易 也获得佣金 客人也很满意 因为我们帮他完成了所有的要求 下面这个案例也是 父母赠予首付的这种案例 这个案例在我们中国人的客户里 也是很常见的 关于首付问题其实很讲究 因为有的银行是很硬性规定 就是客人的首付 首付必须在加拿大账户上 超过60天 30天或者90天 有的银行会规定 客人首付不可以100% 来源于家人的赠予 必须至少有5% 来源于自己的储蓄 但是很多经济肯定遇到 客人首付其实就是来自家人的赠予 而且也不见得真的在加拿大 就有超过90天这样 那这个case是 女儿一个人名字买房 首付全部是母亲的赠予 女儿刚工作不久 本身储蓄也少 也不足以支付这个房价的20% 这么多 需要妈妈的帮助 而且这个首付是来源于妈妈 卖掉一个房子 从卖房之后拿到手里的钱 来付清下一个房子 这个女儿买房的首付 然后妈妈卖房的交接日呢 也就在女儿买房的交接日前一天 这个情况就不是 哪个银行都能批了 客人自己去找银行的时候 就有被拒绝 我们听到这个情况 马上就知道哪个银行 是可以特批下来 哪个银行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就不用带着客人 去浪费这个时间 地产经济既要帮这一家客人做卖房 也要帮他们买新房 两笔交易相隔一天 那地产经济也是非常紧张的 也很重视 我们跟地产经济跟客人 进行详细沟通以后呢 给他们信心 这绝对没有问题 最后我们帮客人递交到申请 这个合作的银行 果然很快就批下来 然后银行合作的贷款经理 也在我们的协助下 找上级拿到的客批 让这个首付前一天才能到账呢 变得不是一个阻碍了 同时我们也帮客人找到 我们合作的非常有经验 和业务能力很强的律师 去更加慎重高效处理这个case 因为情况比较特殊一点 然后来确保银行 可以及时放款的情况下 律师也能完美配合 最后我们帮客人完成了 这个两个房子交接 贷款方面都及时到位了 利率也是五年不动1.49 那整个过程当然都非常的满意 今天我大概跟大家分享case 就是到这里 再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微博地产经纪介绍过来的客人呢 我们会给到referral fee 贷款额度千分之一 我们三位 Jessica Tom Eleen都会为大家提供帮助 这是我们的电话 大家可以随时 把我们电话 或者是用这个电话号码 加我们的微信都可以 下面看一下 我的同事 Tom 能不能为大家继续 做一个案例更新 谢谢 好的 那么这个感谢Jelica 下面这个有请 上线一下 喂 飞头能听见吗 可以的可以听见 好 能看见我的画面吗 现在 可以可以直接开始就行 今天我准备的主题呢 就是银行高晋级贷款的项目 每一家银行的高晋级项目呢 都是带同小异的 但往往会有一些比较小的区别 就能够影响客户能不能成功 把贷款办下来 我们的优势呢 在于我们能不能够 能够在不同的银行申请贷款 所以不同的客户 在很多特殊的情况下 都能通过我们 把房贷批下来 这里呢 有一些银行高晋级的项目要求 一般高晋级的客户 都必须放首付最小30% 有一些银行呢 会要求首付 35%和首付40% 在金融资产这方面呢 也会要求客户拥有首付以外 超过15万到25万的资产 这些资产呢 可以包括是现金 GIC 定期存款 股票 还有基金 但是不同的银行 对资产的要求 都有一些不一样的 比如有一些银行 要求客户的资产 必须得在加大基内 有一些呢 会要求在美国加拿大都可以接受 但是有一些银行呢 只能接受资产存到该银行才可以用作计算 所以呢 高晋级的客人 如果去到每一家银行询问贷款的时候呢 得出来 能不能带下来的答案 也有可能不一样 在凶分数这方面的要求呢 一般最低都是650分 但是有一些银行的要求可能比较高 要高达680分以上 贷款额一般都是最高为100万到200万之间 但是有一些银行是没有贷款额的限制的 那今天我准备了一个案例 可以具体的介绍一下 在这个案例上面呢 我为客人找到一家银行的高晋级项目 要求的金融资产为25万 可以接受美国和加拿大的资产 首付最少为35% 他的TTSRGTSR能高达99% 那高货的情况我写在这里了 客人的工资呢 有6万美金 个人账号有100万美金 公司的征收益 Nex income有2万美金 商业账号呢 就存款200万美金 客人在加拿大也有一套房 大概他的租金有2万4千 那我这个客人呢 就想买一套350万的房子 就问我能不能带下来 我呢 这里也写了一下我的计算方法 350万的房子首付35% 相当于122万5千 客人需要的贷款额 作为227万5千 那这里加起来客户的资产 有300万美金 我们乘以1.28的美金 跟加币的兑换率 得到384万的加币 那扣除首付之后呢 他的资产 可用的贷款资产为260万 左右 那客户能带出来多少钱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 客户工资的收入 这里6万美金 乘以1.28美金 跟加币的兑换率 再加上公司的收入 2万美金 再乘以1.28那个兑换率 再加上贷款金额的 贷款资产的金额 260多万 乘以4.4 也可以当做他的收入 我们再加上 他的出租收入 24000一年 加起来呢 客人一年 会有一个贷款的收入 23万1000 我们除以12 每一个月 他的贷款收入 有19250 我用了一个很简单的计算方法 在25年的amortization 每一千刀的贷款收入 可以带出来 175500左右 所以在这样计算的话 我们用175500 乘以19250 再除以1000块钱 我们得到330多万 的一个贷款额 远远超过了 客户所需的 227万5000的贷款金额 虽然如此 客户还是需要 自己付35%的首付 这个贷款 总能轻松地搬下来 我这个案例 在其他的银行 高经济项目 是不可以批下来的 主要因为 客户的特殊情况 美国的收入 还有美国的资产 还有客户需要 大概超过200万的贷款 所以如果客户自己去 询问各大银行的话 很有可能 得到的回复 大多数都是批不下来的 这也是我们 密封金融的优势 我们对各个银行的 项目都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能够为客户提供 最适合的房贷产品 我今天准备的内容 就到这里 那飞头我们结束了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